意識上應該要尊重程序正義 不可違法表決 我非常希望國內能夠團結 面對藍白強硬推動 國會擴權法案 引爆全民怒火十萬人上街 儘管總統賴清德隔空喊話 但藍白兩黨主席不以為然 我沒有看到總統發表的臉書文 沒有從國家的利益 沒有從總統的高度 賴清德總統在就職演說裡面 有講到在國會的運作 要遵守程序正義 然後少數無從多數 而國會擴權法預料 也將在二十八號三讀過關 柯建民做了最壞打算 國民黨團不領情 藍營更成立國會改革真相 揭露平臺空戰回擊 面對擴權法三讀似乎難以避免 據瞭解行政院長卓榮泰 也已經指示政委靈民心 言意如何反制 院長已經有指示政委研究 未來會提複議 雖然卓榮泰未多談 但包括民進黨團跟行政院 都已做好準備 黨團部分將提出釋憲 因為只要有四分之一 令委同意就能申請 如果法案可能侵害他人 受憲法保障權利 黨團還可要求大法官 先做暫時處分裁定 行政院則是能在法案送達十天內 提出複議案 只要二分之一委員同意 爭議法案就會失效 另外也能透過公民覆決 只要達到最近一次選舉人數 百分之一點五就能成案 不過最快得到二零二五年八月 才能公投 最後還有總統解散國會 藍白摸到後禍 28號的立法院會 似乎也將成為擴權法最終戰場 雖然柯建民人呼籲藍白踩煞車 但各種反制方案已經做好準備 三天皇新城正來就知道